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主张 生物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 为了适应特定环境 生物经历一系列的自然选择 渐渐从原先的形态演化而来 这样的说法在一些奇特的生物面前 可能确实有它的道理 今天五件小事带你去看看奇特的生物 捕鱼猪是一种生活在淡水水域边的伴水生生物 它们主要捕食浮游一类的昆虫 但有的时候小鱼甚至青蛙都是它们的囊种植物 与长时间生活在水下的水猪不同 捕鱼猪一般生活在水面上 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使得捕鱼猪能够在水面上行走 而它的酥水吸引的毛发在它入水时 使捕鱼猪的身体看起来像镀了一层银 这是因为它的毛发可以困住空气 帮助它在水下呼吸 从而利于捕食的行动 它在水下可以呼吸超过30分钟以上 而捕食的关键 全在它可以感受振动的前肢上 就像蜘蛛可以感受猎物在蜘蛛网上的振动一样 捕鱼猪站在水面上利用它的前肢 不仅可以区分非动物像是落叶 或是来自水中生物的振动 还可以借此辨别猎物的距离 刺激而动 默默等待猎物的到来 当准确的时间来到 捕鱼猪把身体抵在水面上 它的腿就像夹娃娃鸡的勾爪一样 把猎物一起抓住 牢牢抓住猎物后 捕鱼猪会向猎物注射毒液 使猎物的身体慢慢液化 最终正式成为捕鱼猪口中的粮食 实力不足的情况下 虚长声势或许是最好的对策 这只猫猫虫做了完美的演示 这只天鹅科的幼虫 会在感知到危险的时候 模拟出蛇的模样 通过从气孔吸入空气 令头部膨胀起来 加上身体原有的斑纹 活生生的看起来就像一条凶猛的蛇 实际上猫猫虫使出这招 并非轻松容易的是 它得要倒掉在树叶上 露出身体的内侧 再透过吸气膨胀 才能达到威吓的效果 最仔细的看 蛇的头部 其实是猫猫虫一只只的脚 置身于危机四伏的野外 这招对猫猫虫的自保 显然非常有用 实际上的确有研究者发现 这样的生态 大大增加了猫猫虫生存的几率 酷似蛇皮的保护色 以及威吓效果十足的舌头 连人类乍看都会被蒙骗过去 也难怪能吓跑不少敌人 二雀扇又名尖嘴鱼 福厄 大雀扇 垂头雀扇 鳄鱼火箭等等 命名众多 却离不开它那标志性 而酷似鳄鱼的嘴 以及两排尖锐的力尺 二雀扇是雀扇家族体型最大的一种 可长达三米重达159公斤 这种鱼类通常被认为是原始鱼类和火化石 它们的化石甚至可追溯到 一亿年前的百二纪时代 它们在形态学上保留了许多鱼类祖先的特征 例如跟鲨鱼一样的螺旋半肠子 以及能够在水中呼吸的能力 它们长着鱼类状的身形 以及橄榄棕色的坚硬领片 身体内侧却是白色的 这有利于在棕色的河流中达到隐形的效果 而对于二雀扇捕食的对象 二雀扇会偷偷跟踪攻击它们 一般捕食的对象则是 栖息在水边的食鱼动物 主要是水鸟 以及浮在水面上的哺乳动物 它们看似凶猛 但却没有攻击人类的倾向 它在过去有着垃圾与支撑 这是因为过去人们认为它 什么都吃的习性 吃掉了许多鱼种 导致水域的平衡被破坏 因此对二雀扇展开了清除的行动 造成当时二雀扇的数量大幅度减低 而到最近在美国有保育二雀扇的运动 免于它们受到灭绝的危机 蜜熊是一种生活在南美洲雨林的哺乳类动物 它看起来像猴子一族但它不是 实际上它是浣熊科的一种 蜜熊有着一条比自己头和身体还要长的第五只手 也就是它的尾巴 它对尾巴的操作远胜于其他动物 蜜熊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树上 它那强而有力的尾巴虽然不用来抓取食物 但对悬挂和攀爬树木有着很大的作用 蜜熊长着一身金褐色的皮毛 有着相当长13公分左右的舌头 经常到花朵里吃花蜜 因而得名 在采蜜的过程中会碰到花粉 也自然成为了一名合格的花粉传播者 它们也吃水果 有时候也吃蚂蚁等昆虫 蜜熊非常罕见 因为它是一个夜行性动物 通常不会在白天发现它 而今年也有不少人开始饲养蜜熊 这个稀有的动物才开始慢慢走入人类的生活 象麒是一种生活在非洲的食虫哺乳类动物 它看起来像老鼠或是驱鲸一族的亲戚 但事实上研究者发现 比起老鼠它其实更接近大象 属于非洲兽种木的分类 后来它们更直接将其设立专属的门类 象曲木 象曲因有着类似象鼻的鼻子而得名 也有着与老鼠极其相似的尾巴 而它们主要的食物则是 蚯蚓 蜈蚣 蜘蛛等昆虫 它们像食蚁兽一样 可以扭曲鼻子来寻找食物 再用舌头将食物弹入嘴巴里面 象曲性格非常谨慎 且善于隐藏 一旦被骚扰便会马上逃跑 实际上它们的奔跑速度也非常快 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小型哺乳类动物之一 速度可达到每小时28公里 10-30公分大小的身躯却有着不短的腿部 它们不是群居型的动物 但通常会对对异性一起生活 有共同保护领地的意识 也会利用臭线来标记领地 科学家曾在1970年发现它们的踪迹 相隔50年后的2020年才又能再次碰到它们 所以可以说它们是世上极其稀有的动物 你还知道哪些奇特生物吗? 记得在以下留言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订阅 及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 记得订阅喔 以上 moc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saturat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bid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Dante